嗨 大家好 我是月工的醫學診所的陳俊麗醫師 哈囉 我是音陽系雅琪 今天我們來討論 三千煩惱絲 就是我們的頭髮 那通常沒有頭髮的時候最煩惱 偏偏在門診裡面 其實我還蠻常遇到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都有落髮的問題 在不同的形象下都可能會落髮 家裡的男性很多都有禿頭的問題 所以就有雄性禿 或者是壓力大 最近有點鬼剃頭 或者是其實最近還蠻常見的 就是打完疫苗 或者是確診後有落髮的困擾 落髮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要找到根本的問題 才能夠好好的解決跟治療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一下吧 其實頭髮的變化 往往會率先去反應身體的一個問題 尤其是營養的狀態和壓力 因為如果以演化上來說 身體會覺得頭髮指甲 我們這個稱為附屬物 Appendages 它是身體不必要的東西 就是今天如果你家裡失火了 然後你要趕快逃出去的話 你現在你會優先的把你的身份證件 會帶在身上 但是你可能就是家裡漂亮的衣服 這個時候就會去捨棄它了 就是有的話很漂亮 但是沒有不會死掉的東西 所以當身體感覺到現在狀況不妙的時候 這個可能是我的身體的營養很不足了 或者是我都沒有辦法好好休息 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可以說明 為什麼大部分的男性會認為飄逸的長髮很吸引人 像我們的洗髮精的廣告啊 就是會都會有甩髮的畫面 還有像我們旁邊這個牙齊啊 這個一頭的秀髮 就會讓大家覺得很好看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某種程度上 它也意味著 這個女性她的營養是很充足的 那營養充足的女性 可能比較適合可以繁衍後代 她就比較可以去滋養後代 然後或者是她所在的環境 是比較適合後代可以繁衍下來的 所以演化上來說 我們就去重視這些東西 因為頭髮是一個吸引力的表徵 所以當我們開始產生落髮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影響到她的自信 或者是覺得不好看了 因此而來求證 有兩個造成我們整個頭髮 會變稀疏的最常見的原因 第一個是雄性兔 第二個是休止期的頭髮 其實我們的頭髮呢 它都是在不同的生長週期 生生不息 然後每個頭髮是處在不同的週期裡 所以有的長出來有的脫落 然後所以我們整個頭大致上看起來 好像是一樣的髮量 但它其實是一直在變化的 那大部分的時候身體都維持這樣子的平衡 但是如果在特殊的狀況下 這個平衡就可能被打亂 有的時候在門診 我們會遇到大量脫髮的病人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會問說 兩三個月前 你的生活中有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變化 這時候他們往往會覺得很奇怪 我現在落髮 你幹嘛問我兩三個月前的事啊 但是如果是在特別大的壓力的時候 譬如說親人生病死亡 自己生病工作上實在是壓力太大的狀況的時候 他的身體就會有一個火災的訊號 我身體火災了 我趕快把細軟收拾之後 趕快逃走 頭髮不要了 但是那時候的頭髮暫時還會在頭上 只是他們全部都進入了休止期 直到兩三個月後他們開始脫落 要準備進入下一個週期 這時才會產生大量的落髮 這個就是所謂的休止期脫髮 當然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一個狀況 但是在日常也會有因為壓力 會導致我們身體去決定要捨棄這個頭髮 這樣的一個現象發生 那除了像這個case 我們也遇到蠻多是過度結實 然後營養失衡的 這一類人群它其實也會有落髮的狀況 其實它的原理都是一樣的 因為你的身體感受到壓力 或是說現在是不是處在一個飢荒的情況下 所以頭髮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可以被捨棄的 背後的調控有一部分就是我們之前影片裡提到的 假狀腺素 在壓力的狀況下 身體就會把假狀腺素放到倉庫裡 變成不火化的假狀腺素 進一步去調控 結果就是你的頭髮會稀疏 你的指甲會變軟 你不需要的東西都被灌掉了 這是同樣的道理 第二個很常見的落髮原因 是雄性凸 那雄性凸不會只發生在男性 女性也有雄性凸 因為之前影片也有提到 其實女性也有雄性激素 只是它呈現的形式會不一樣 男性的雄性凸通常最明顯的就是髮線後退 然後是M型的 所以就會有麥當勞形狀的髮線 然後有的時候是中間的一個地中海型凸的這種感覺 那女性它的呈現比較不太一樣 通常就是髮旋這個地方 它的頭皮會變得明顯 頭髮會變得比較稀疏 不過呢 目前發現這兩個都會跟我們的雄性激素 尤其是雄性激素裡面比較有活性的叫做DHT 這種雄性素是有關的 所以如果經過確認你的落髮原因是雄性凸的話 適度的去減少搞固酮轉化到DHT 這個部分會是你比較需要去著力的一個點 在男性身上可以使用一些藥物來阻斷這個部分的轉化 而無論男女都可以使用一些營養素來減少DHT的影響 這樣子就可以對雄性凸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再來一個也是蠻常見 但通常是局部的落髮原因就是圓凸 也就是俗稱的鬼剃頭 那鬼剃頭不一定是只有在頭皮 有些人鬼剃頭的地方是鬍子或者是眉毛 也是有可能喔 甚至是身體體毛的部分 那它背後的原因呢 主要是來自於免疫的失調 也就是說身體的免疫系統 誤把自己的頭髮當成敵人去攻擊它了 所以那個地方就暫時長不出毛髮了 如果要改善圓凸的問題的話 首先要留意的就是壓力的調控跟免疫的平衡 那這個部分如果嚴重的話 也可以使用一些藥物去協助改善 但是去找出病解決它根本的原因會是比較重要的 誤那陳醫師我們要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落髮 因為其實通常啊大部分來看落髮的人 他的主述都是 醫生我洗澡的時候發現我的落水孔 剪起來頭髮一大坨都快要把水管塞住了 這樣是不是快要禿頭了 我就跟他說先別慌 我們來先確認一下你到底是不是有落髮的問題 我們原本就會有一些落髮 而正常我們每天其實就會脫落50到100根頭髮 在洗頭或者是梳頭這種外力的時候它就會自然的脫落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我梳頭的時候就會掉一堆頭髮 其實不是梳頭的問題 是你對頭髮本來就要掉 只是它現在剛好掉了 尤其是長頭髮的女生很多人不是天天洗頭的 所以你可能三天洗一次頭其實你掉300根 都是合理的喔 我們比較客觀的一個測試就是讓他做一個懶人檢測法 就是請個案回去睡一覺 那在睡覺前呢在他的枕頭上有攤一個毛巾 然後睡醒的時候來數毛巾上有多少根頭髮 真的嗎 那你譬如說我今天睡醒的時候我毛巾上有10根頭髮好了 那我睡覺的時間是8個小時 所以我就知道我8個小時內掉了10根頭髮 就是10除以8再乘以24 你是不是就可以合理的推算出 喔這可能就是我24小時內可能會掉的頭髮 那用這個方式去推論你的落髮量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 這是一個簡單的懶人法 但是如果在整間呢 醫師會再進一步用一些比較精確的方式來做檢測 我們會做所謂的Pull Test 就是我們會這樣子拉一下你的頭髮 然後去看看說我們這樣捏下來的時候 是不是有很多的頭髮就會隨著我們的拉扯而自然脫落 如果太多它可能就意味著有落髮的問題 甚至是有些時候我們會用顯微鏡 直接去看頭皮的狀況 各位觀眾朋友現在看到坐在我旁邊 一頭烏黑秀髮的雅琪 就知道他是個養髮達人 所以我們來看看雅琪 跟我們分享一下 要如何從日常生活中來保養我們的頭髮 那其實跟頭髮有關的營養素蠻多的 像是維生素A啊維生素B或是C、D、心鐵 這些都是有相關性的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當中其實可以留意一些點 第一個呢就是攝取優質的蛋白質 因為我們的頭髮其實它的成分就是氨基酸 那像蛋白質裡面就是提供氨基酸嘛 只是說素食者要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它善白質的攝取可能會不足夠 所以它就可以去從一些保健品裡面去補足 那素食者也因為不會吃肉嘛 所以有一些肉裡面含有的營養素 它可能也會比較不足 但是偏偏像是鐵啊或者是B群啊 這些其實對養髮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像是甲殼類 比如說一些海鮮啊 魚這些也有很多的心 心對於養髮也是有幫助的 然後還有像是黑芝麻 那黑芝麻對於養髮來說呢 不是因為它是黑色的 而是因為芝麻裡面它有很豐富的Omega 然後還有像是一些鐵啊 然後B群跟蛋白質這一類 所以吃芝麻養頭髮 並不是說因為它的顏色 而是因為它的營養素 所以這樣子是不是說 如果一個素食的人 會建議他可以用黑芝麻粉 然後搭配一些可能深綠色蔬菜 好像堅果啊 堅果啊 然後把這些東西全部都打一打 然後再加上一點蛋白質的補充 對植物性的蛋白質 弄成一個生髮奶昔 然後還有像是維生素C也蠻重要的 因為維生素C就是促成膠原蛋白的合成嘛 那膠原蛋白跟我們的頭髮也是有相關性的 然後還有一個點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鐵 所以C跟鐵一起吃的話 其實它的吸收率反而是提高的 另外除了飲食之外啊 有一些生活上的東西也可以注意 因為其實我們的頭髮 生長需要這些營養 但是也需要把這些營養送到它需要去的地方 所以局部的循環也是很重要的 對 頭皮按摩這一類嘛 因為現代人很容易一緊繃的時候 你不只肩頸緊繃啊 其實你的頭皮也是緊繃的 頭皮一緊繃還把它縮起來 你的微循環 你的髮根就沒有辦法獲得充足的營養素 所以像是一些熱膚啦 或者是泡澡啦 甚至頭皮按摩 或者是像有些人在頭皮抹生薑 落劍 或者是使用一些甜菜鹼這樣的營養素 它的作用其實都是去增加我們頭皮的微循環 來讓這些你吃進去的養分 可以送到還在去的地方 然後進而去長出漂亮的毛髮 所以如果想要養頭髮呢 除了日常的飲食流域之外 一些日常的習慣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像是比如說女生頭髮綁很緊的時候 其實也會增加它的掉髮 最後就髮線逐漸後退 就會變成清朝人 所以今天就分享了很多 POPPOP給大家 如果最近頭髮掉的比較多 先去確認自己是不是真正有落髮的問題 有落髮的問題 不妨找專業的協助去確認是哪方面的問題 然後可以做好治療還有日常的預防保健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掰掰